最后呢我们再介绍几个名词 这个第一个就是弯弯的印射 怎样的变换是一个一对一的印射呢 要如何判断 像刚刚这样第一个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什么呢 把任何一个点都印成这样子 那一对一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任何一个点只有一个 每一个点就只有被一个印到 那怎样的特性 有可以反映出这样的性质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kernel来看 如果印到000的只有一个 那其实印到其他点也会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判断方式就是去看它的 去看它的kernel 看kernel kernel L是不是只有一个零向量 只有零向量 如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弯弯 就是一对一印射 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叫onto印射 就是说这个印射有没有盖满 对 有没有盖满呢 像这个第一个当然是有盖满 第二个呢 就是没有盖满了 因为Z是 Z如果不是零的地方就没办法被印射到 所以它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盖满 但如果我们今天把他们的 印完结果稍微修正一下 如果说它今天只是印成 X1 X2 对 就把S1 X2 3印成S1 X2 这样子我就可以说它有盖满 所以就是说要盖满的时候 就看你我们的规定是怎样 那如何判断有没有盖满 当然就是要反解 那反解的过程其实 不同的问题有时候也是蛮麻烦的 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维度来看 就是说如果今天 例如像今天这个例子 它三维的印到三维 可是它的kernel是怎样呢 对它的kernel只有一维 所以image是两维 所以就表示说 image的维度没有把它实际这个空间填满 所以就可以用kernel来辅助来判断 这也是一个判断方式 不过更重要的就是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稍微去感觉一下 就是说知道它是一对一 或知道它是昂兔 知道它是盖满的 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看到定义都要去想 就是稍微感受一下 它的作用这才是重要的 直觉上来看 就是一对一它好像怎样呢 好像就可以反球 就是说如果一对一反球的时候就会只有一个唯一答案 这个在反球的时候是比较简洁的 如果不是一对一很多对到一个你反球 你就会就解出很多答案就比较麻烦一点 如果不是昂兔的话呢 你反球可能还会找不到答案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反球一个映射 这时候就是一对一跟昂兔就 这个议题就是蛮重要的 那最后呢可以再大家可以再做一个练习 像刚刚刚刚刚是给函数 那现在如果给矩阵 是不是可以把它的函数 函数的关系写出来 另外也要想一下 它是怎样的映射 它是不是那个一对一 是不是昂兔 那它的kernel是什么呢 对 image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它作用的意义又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函数 减数它是线性之后 那接着就要讨论的一些相关议题 感谢观看